周末泉州西街怎么玩呢 看完相信你也能玩出新花样 沿着西街一直走 看到小溪城的标志进去 就来到小溪城文创去啦 里面有一个超火的夯土墙 白岩松曾说过 泉州就是你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城市 是不是非常好看呢 旁边的许愿墙也承载了全国各地人们的美好愿望 还不快约上你的姐妹 一起写上你的祝福吧 完累了 我们再喝上一杯潮茶 再来一碗明南炸醋肉 瞬间满血复活 西街还有一家非常出名的麻糍 一道吉家日周排队 阿姨总是高个忙不过来 吃饱喝足后 我们走到西街的镜头 穿过马路 看到绿房子旁边 走上去五楼 就是无问东西民族的天台啦 当然这里是收费的一个人二十 风景非常的棒 超级出片 拍好后 我们返回西街 进入开园寺 这是一座 最近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寺庙 里面包含了许多古印度佛教的踪迹 然而寺庙新门刷的墙 成为了游客们的拍照打卡地 打卡完 我们来到开园寺对面的 非常有人间烟火器 很值得一拍哦 接下来我们去西街游客服务中心 一楼呢 是文创产品区 二楼是每季度都会更新 全装主题的打卡区 三楼就是观景台啦 那么 又到了我们开玩侠的时刻 我们可以这么拍 是不是非常的绝呢 最后 吃上一块秋天第一根红薯 满载而归回家啦 得晕